二十五歲傷患陳孟宏 今天上午十一點二十二分 敗血症引發器官衰竭 宣告辅制成為八仙城暴 第八位罹難症 現在氣流中南部狂風豪雨 往返東港小琉球船班 全部停駛 心話也吹起了怪風 台北市衛生局規定 十八歲以下 以及第一次購買隱形眼鏡 必須出示半年類的處方籤 另外伊斯蘭國招募娃娃兵 男童集體洗腦 訓練成為冷血殺人機器 官方晚安 歡迎收看今天七月二十號的公視晚間新聞 八仙城暴意外 再添一位罹難者 在馬屆醫院治療的二十五歲傷患 陳夢宏 在今天上午十一點二十二分 宣告不治 成為這次意外 第八位的罹難者 陳夢宏有百分之五十五 二到三度的燒燙傷 而且還有吸入性的肺損傷 情況曾經一度是穩定的 不過最近病情急轉直下 家屬不捨孩子繼續受苦 同意終止所有的醫療行為 八仙城暴意外中的 二十五歲傷者陳夢宏 除了全身百分之五十五 二到三度燒傷 還有吸入性肺部損傷 從急診轉入臺北馬街 教務病房後 最近幾天因為感染引發敗血症 導致多重器官衰竭 家屬捨不得陳夢宏承受過多 無效醫療 上午決定終止醫療行為 吸入性的肺炎 所以他整個情況比較嚴重點 那中間雖然也有些起伏 但最後還是狀況就變得不好 所以最後家屬還是決定 就等於是讓他自然走 新北市衛生局表示 先前去探視陳夢宏時 他的病況穩定 但大面積燒傷 感染風險大 病況急轉直下 醫療團隊已經盡了全力 由於陳夢宏還有就學貸款 新北市政府也表示 會依照通案程序全力協助 陳夢宏成為八仙城報意外中 第八名死者 而根據衛福部統計 八仙城報意外中的傷者 還有兩百二十八人 在加護病房治療 一百七十一人病危 記者綜合報導 不過今天也傳來了好消息 陳夢意外受傷的二十四歲 陳奕如 他全身有百分之三十五的燒燙傷 傷勢集中在雙腳 而在經過三個禮拜的輕創治療 以及每天攝取高蛋白的食物之後 目前全身只剩下百分之八的傷口 還沒有痊癒 預計再經過兩個禮拜的治療 就可以康復 臺灣還是很溫暖的 還是有很多人需要幫忙這樣子 二十四歲的陳奕如 也是八仙城報意外的傷者之一 當時全身百分之三十五 二到三度燒燙傷 傷勢集中在雙腿 六月三十日從台北轉院到台中醫院 經過將近三個星期的醫治 目前只剩下百分之八的傷口 沒有癒合 本身也是護理人員的陳奕如 相當感謝照顧他的醫護人員 所以自己才能復原的這麼快 這麼好 台中醫院表示 經過多次的輕創 再加上使用專業的敷料 和高壓氧的治療 傷口才沒有受到感染 因為陳奕如的傷勢復原良好 上個星期五 已經從加護病房 轉入一般病房觀察 而新長出來的皮膚也慢慢縮小了損傷的面積 預計再過兩週就能順利出院返家 記者 邱紫培彭安群台中報導 受到西南氣流影響 中南部是狂風豪雨 往返東港小琉球的船班 今天中午過後也是全部停駛 而這個怪天氣也帶來了強風 把一株高齡一百七十多歲的老龍樹都給吹倒了 西南氣流來襲天后海象不佳 風浪高達三四公尺 船上旅客精神尖叫 平安抵達東港的旅客 終於鬆了一口氣 不過卻不是在小琉球的每一個遊客 都能夠順利的搭到船回來 受到風浪過大影響 東港小琉球往返的公營交通船 週日下午停駛 只能依賴民營交通船加班應應 陣逢暑假期間 往返小琉球的遊客每天都有 即使遇上豪大雨 行程被打亂 還是等著要搭船 越晚風浪越大 為了安全起見 週一下午三點過後 東流線的交通船全面停駛 而好大雨不斷 強震風也吹倒了屏東一株高齡 一百七十多歲的珍貴老榮樹 倒地後押回一輛轎車 扯斷電線 為了保存這棵老榮樹 計畫將它倒下的量體切除 既作重新支撐保護起來 希望它可以如願再長出來 記者綜合報導 這一天的新南氣流報導 南部的天氣真的是不穩定 新花的織衣裡也刮起了怪風 樹被風給吹倒 鐵皮屋頂也被掀起 就連電線桿也當場折斷 二十號早上六點半 台南市新花區下起好大雨 受到強降雨所伴隨的強震風影響 新花織衣裡更刮起冷准風 不只露宿鐵皮屋頂被吹倒吹翻 甚至連電線桿也被吹斷 倒在馬路上 工程人員緊急搶修 當地民眾說第一次見到這種景象 強降雨來襲 甚至還有龍捲風出現 浪民眾心慌 但南區氣象中心說這兩天西南氣溫 都被吹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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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降雨來襲 甚至還有龍捲風出現 浪民眾心慌 但南區氣象中心說 這兩天西南氣流降雨會趨緩 不過今天晚上開始西南氣流 將會再增強 預計影響到二十三號 民眾千萬不可以大意 另外南區氣象中心也提醒民眾 接下來的幾天 西南氣流將會持續影響南部地區 海邊可能會出現比較大的風浪 民眾要避免前往 而連日來的好雨 也可能會影響山區的道路 必須要提高警覺 記者溫正恆 他的報導 好 之前昌宏颱風 讓石門水庫的蓄水率超過了九成 而昨天受到西南氣流影響 積水區又再度的降雨 昨天晚上十一點 石門水庫實施今年第一次的調節性洩洪 大量的水不斷從排鴻道排下來 看起來相當壯觀 一早許多民眾特地來看石門水庫 今年第一次調節性放水 很壯觀 想不到這個石門水庫也有水滿的時候 從最缺水到最多水 兩個月內見證這個過程 受到西南氣流帶來的雨量影響 石門水庫集水區降雨三十四點一毫米 水庫水位達到兩百四十三點五三公尺 已經在十九號晚間十一點以排鴻隧道 每秒兩百立方公尺實施調節性放水 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現在目標是大概在二十二點六左右的部分 我們就會停止關閉排鴻隧道 然後陸續讓水庫再繼續再回升 前一波蒼洪颱風帶來大量雨量 讓石門水庫蓄水率從原本的不到六成 回升到九成 水庫持續處在高水位 預估未來雨量持續流入 將造成壩頂一流 恐怕會發生危險 石門水庫進行調節性放水 維持水庫兩百四十二點六公尺的最佳蓄水位 記者詹淑雲桃園報導 國民黨今天舉行中評會才剛獲得提名的總統參選人洪秀柱 向黨內大佬肯托支持 而黨主席朱立倫也呼籲全黨要團結 今天朱鴻同臺氣氛熱絡 至於外傳洪秀柱有意找前考試院院長關鍾 來操盤二零一六總統大選 關鍾今天說只會以黨員身份服選 不會擔任任何的競選職務 國民黨中評會大佬齊君一堂 才剛志士獲得總統提名的洪秀柱 當然得好好肯托 能走到這一步 洪秀柱坦言不是自己所能預期 既然借下重擔 只能勇往直前 當主席朱立倫更呼籲全黨支持洪秀柱 主席朱立倫更提出國民黨應該繼續執政的三理由 包括不製造族群對立 能帶領平經濟 更重要是能妥視處理兩岸問題 如今黨內總統人選已經定案 如何團結衝刺選情 傳說洪秀柱早已密切拜會前考試院長關鍾 交由關鍾操盤2016 關鍾跟尹啟明都有可能成為你的操盤手嗎 他們都在幫忙 好吧 都在幫忙 幫什麼忙 台面上不好明說 但中平會內大佬雲集 拉票是第一要務 洪秀兩人忙握手 還握到差點一面對撞 但全場看來看去 就是沒看到立法院長王金平 原來王金平正在立法院主持立委 詹滿榮的就職典禮 只是洪秀柱原本也要到場 最後卻沒有現身 前一天全代會 王洪就沒有交集 立委宣示場合又獨留王金平稱全場 雖然洪秀柱發聲明是因為形成延誤 但已經讓王洪心結繼續發酵 好 藍綠兩黨總統參選人就此鼎定 那麼選戰也將正式起砲 之前引起轟動的三隻小豬將重出江湖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 將比照上一次的總統大選 推出三隻小豬的小額募款活動 美國前副總統奎爾來臺訪問 其中一站到民進黨拜會 參選總統的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蔡英文特別送給奎爾一枚 他之前訪美行程特別設計的紀念別針 上面除了有我國和美國國旗 還有民進黨黨輝 它將會繼續成為我的訊息 不論是在政府或是在對方 但我確實在下一個月會會在政府 所以... 是的 特別感謝你那特別的紙幣 我希望你會穿這個紙幣的紙幣 我應該穿這個紙幣的紙幣 我明白你明天會看到總統的紙幣嗎 蔡英文也規劃比照上次二零一二總統大選 再度啟動小額募款機制 三隻小豬重出江湖 民進黨自行設計小豬 目前規劃三個顏色 有粉綠 粉紅和橘黃 第一波三千隻粉綠色小豬 將在八月一號正式推出 工業設計上面比較方便取出的 一樣的元素 所以它下面做了一個小拉環 就是這個地方 大家等一下近拍的時候可以拍得到 這個拉環拉起來的時候 它裡面的銅板就會掉出來 蔡英文上次選戰透過三隻小豬 成功募到選舉經費 也創造選舉話題 民進黨希望三隻小豬捲土重來 能夠為蔡英文帶來更多的人氣和支持 上個禮拜 台北市衛生局宣布 買隱形眼鏡需要半年的 半年的處方簽 引發了民眾的反彈 而在經過討論之後 衛生局現在決定 凡是十八歲以下 第一次購買隱形眼鏡的人 才必須要出示半年內的處方簽 過去民眾要買隱形眼鏡 只要到眼鏡行超商或藥妝店 就能買到 但北市衛生局上週宣布 買隱形眼鏡需要六個月內的處方簽 引發民眾的反彈 衛生局長今天表示 這樣的規範 對長期佩戴隱形眼鏡的民眾 確實不切實際 因此未來將只針對第一次佩戴 以及十八歲以下的民眾執行 處方還是戴著 如果你的視力啦 或是眼睛並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原來的處方給那個眼鏡行看 應該是可以攜帶 一定要透過醫院才知道自己的度數 如果你戴隱形眼鏡 然後可以矯正自己的度數 其實也算可以 是比較保障 可是好麻煩喔 北市衛生局表示 戴隱形眼鏡是醫療行為 牽涉到眼睛的健康 而且在網路和郵購隱形眼鏡 已經違反藥施法 因此日後會優先嚴查這些通路 至於實體店面 則是加強宣導 而臺北市長柯文哲也說 中央早在民國六十四年 就規定螞蟻型眼鏡要有處方簽 今年六月衛福部也有公告 既然有規定就要執行 我們要建立一個新的制度 一個蓋文化 政府公布法令 是給民眾遵守的 不是要給民眾參考的 今天如果衛福部 自己都這樣講了 那我們就應該做啊 如果做不到 那應該衛福部自己把公文測回去 柯文哲強調 實際上該怎麼執行 會加以規定 政策一旦決定後就會實施 記者綜合報導 另外呢 為了改善臺北市的交通問題 臺北市想學日本的買車 自備停車位的政策 未來買車的民眾要有承租 或者是購買停車位的證明 才可以辦理車級過戶 不過呢 交通部今天提醒說 這個政策呢 早已研究過了 將會造成房價飆漲 為了改善臺北市的交通 柯文哲拋出未來要仿效日本 推出買車要先自備停車位的政策 因為臺北市車輛實在太多 紅線違規停車的情況不少 甚至也常因此造成交通意外 不過這項政策涉及車輛監管 需要中央修法才可行 交通部表示 此區可能會造成房價上漲 和停車位租金上漲的衍生問題 基本上它是一個對的方向 我們交通部予以尊重 不過買車自備停車位這個部分 需要相當多的配套 還有可能帶動車位上漲 也會影響到房市 也會影響到所謂的汽車工業 所以其實在房價的一個反應來說 我們會認為相對有限 但是在車位的租金上面而言的話 應該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賬幅 根據房仲資料 大台北地區停車位 大安新義區約三百五十萬 領級區更要價五百萬以上 預租費六千到一萬元 道市北市交通局認為 現行的規範已經要求新建住宅 還必須能滿足住戶的汽機車需求 目的是讓汽車退出路邊 回到停車場 明年會做政策研究 雖然目前買車要有停車位 只是構想階段 但交通局已經列為最終努力的目標 並鼓勵多使用大眾交通工具 以其達到汽車減量的效果 記者 李小陳柏玉台北報導 為了因應新興傳染病 像是MERS的疫情 臺北市衛生局跟交通局 共同成立了防疫計程車隊 希望未來發燒的疑似病例 除了搭救護車之外 還可以搭防疫計程車來就醫 以降低發燒民眾搭捷運 或者是公車 再傳給他人的風險 不論是載課前或是載課後 一定會把車上座椅和門把等等 徹底消毒一遍以確保安全 四十三歲的張研森 原本是私人保鏢 半年前他改行當無障礙計程車駕駛 現在聽說臺北市府要成立 防疫計程車隊 他二話不說 立刻報名參加 我們本來就是想要幫助別人 所以我們才會來開這個計程車 那既然我們已經開了這個計程車之後 事實上MERS防疫訓練 事實上我們都很樂意去參加 那至於擔不擔心 我想公司給我們的交易訓練很完整 臺北市衛生局表示 是為了因應新興傳染病的發生 加上南韓從五月底爆發MERS疫情以來 轄區內就有三十三位 從疫區返台的疑似病例 搭救護車到醫院 萬一將來大流行 救護車恐怕會不堪負荷 因此才會透過民間運輸業的資源 協助疑似病患就醫 降低民眾搭乘捷運或公車 再傳染給他人的機會 包括車體的清潔 或是我們的駕駛夥伴們的自身的保護 其實在他們一般的SOP的教育訓練裡面 就已經有了他們是納入正常的SOP 機管處強調為了確保計程車駕駛們 能安全載送病患而不受感染 已經舉辦兩梯次的傳染病防護技巧訓練 共有五十位駕駛報名參加 希望讓這些愛心計程車駕駛 更有信心參與防疫工作 不過民眾搭乘這些計程車就醫 還是必須跳表收費 記者 您是邱富財 台北報導 中國大陸的紅色供應鏈崛起 臺灣科技產業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威脅 包括面板跟半導體的出口 都大幅衰退 進一步今天下午就公布 六月份的外銷訂單 結果依舊沒有起色 連續三個月負成長 經濟部公布六月外銷訂單 三百六十五點八億美元 雖然金額比上個月增加了七點九億 但和去年同期相比 一口氣少了二十二點四億 年減五點八趴 那跟上年同期比較是減百分之五點八 因為上年同月的基數比較高 所以還是呈現一個負成長 從一整年外銷訂單來觀察 去年六月外銷訂單金額 有三百八十八億美金 年幀率破一成 但今年四月開始呈現負成長 年幀率三年黑 而關鍵因素 除了全球景氣開始下滑外 關鍵因素就是大陸紅色供應鏈崛起 而且開始壯大 嚴重威脅臺灣電子業發展 大概中國大陸對於他自己 要建立他的產業鏈是用國家資本主義 再去做推動 從山寨發展到他自己的品牌 那當然很多東西他會在當地 培養他自己的供應商 在採購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做一些移動 根據經濟部統計 對大陸接單的部分 六月有九十億美金 比去年同期衰退了十一點七億 年減十一點五趴 已是連續第六個月負成長 而其中衰退的部分 集中在電子產品 鋼鐵與石化產品等 面臨紅色供應鏈威脅 台灣得轉型 學者建議與大陸電子代工業競爭 只是走回頭路 加上對岸電子業 背後有政府重金扶植 台灣只能從更上游的產業發展 從研發或產品的設備端著手 台灣電子業的優勢才能繼續保持 記者黃立委張國良 台北報導 亞洲地區最近天氣變化大 日本在颱風過後 全國各地高溫不斷 一天之內竟然有超過六百五十個人 中暑送醫 而在印度則是因為連日大雨 民宅跟寺廟全泡在水中 馬路就像河川一樣 大雪淹沒了整條街道 停在路邊的車輛也泡在水中 雨還在不停地下 讓整個都市淹沒在水裡 印度中央幫省連日大雨 累積的雨量淹沒了道路跟民宅 居民站在門口 把積水往外泡相當無奈 民站內一家具泡水 小孩只能夠坐在床上發呆 怕水淹過了寢治 街道上民眾涉水而過寸步難行 因為大雨多條河川同時氾濫 就連河旁邊的寺廟也無法幸免遇難 印度淹大水同樣在亞洲的國家日本 卻因為獨聚頭 不少人被熱到中暑送醫治療 這麼熱一段 很熱 很熱 新郎町 很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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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被南卡颱風清洗後的日本 從關東到關西都陷入了高溫天氣 目前光是十九號一整天 至少就有超過六百五十人 因為太熱而中暑到醫院治療 日本氣象廳呼籲民眾外出還是得適當的補充水分 避免在日光下曝曬過久 以免中暑 記者陳希特莫道 去年伊斯蘭國攻佔伊拉克北部亞迪茲教派的村莊 不但屠殺異教徒 還招募瓦瓦兵 把男童集中起來洗腦 強迫他們改信伊斯蘭教 還訓練他們成為冷血的殺人機器 伊斯蘭國在中東地區攻城略地 不但殘忍屠殺異教徒也積極招募瓦瓦兵 去年伊斯蘭國攻佔伊拉克北部亞迪茲教派村莊 就把數十名年輕的男童送進訓練營洗腦 不但經常播放血腥斬首錄影帶給他們看 還要求他們用小刀砍下洋瓦瓦的頭 培養他們成為未來的冷血殺手 十四歲男童亞赫亞一家都被伊斯蘭國俘虜 他跟哥哥被送進訓練營 跟其他亞迪斯男童一起 都被取了新的阿拉伯名字 取代原有的庫德族名字 每天學習可蘭經 還要學習使用各種武器近距離開槍殺人 彼此毆打肉搏 雅赫亞跟哥哥有天趁著伊斯蘭國的戰士出外攻擊 守衛睡著而趁機逃走 兩兄弟跟關在不遠處的母親會合 透過管道落腳伊拉克北部的叔叔家 雅赫亞現在還是能熟練的拆裝槍械 雖然已經逃離極端分子魔掌 但陰影還在 他說自己永遠不會忘記 在訓練營看過的恐怖砍頭畫面 而伊斯蘭國用金錢玩具 或者恐嚇手段招募兒童 把恐怖主義向下扎根的手段 也讓人相當擔憂 記者是會中報導 日本企業三菱綜合材料諸事會社 在美國舉行記者會 公開向二戰期間遭到奴役的美國戰俘道歉 而這也是日本企業的第一次 不過卻引起了批評 認為遭到奴役的不只有美國 還有其他的亞洲國家 且代表神情嚴肅看著台下的戰俘家屬們 慎重道歉 因為當年的美國戰俘被迫到 三菱礦業公司經營的礦山內工作 二次大戰時期 日本因為戰事吃緊 不少企業把投降的一萬多名美軍 當成奴工 強迫到礦山 銅山等地開挖 其中的重勞動 讓很多前美國戰俘吃不消 在戰爭結束之前紛紛過世 讓僅存的戰俘到現在還相當不滿 而零一零年日本政府 對此事公開道歉 但部分的戰俘卻不滿 要求當時的企業也必須道歉 美國十九號當天 三菱綜合材料註視會社 在洛杉磯召開記者會公開道歉 這是日本企業第一次 為了二戰時期的美軍戰俘致歉 但卻也引來批評 認為遭到奴役的不止美國 還有其他亞洲國家 企業只針對美國致歉 似乎不太恰當 十九號當天是緬甸的烈士節 紀念獨立運動英雄翁山將軍 被暗殺身亡六十八週年 而距離十一月八號的全國立法大選 只剩下四個月了 反對派國家民主聯盟領袖 翁山蘇姬在紀念父親的同時 也不忘提醒人民 要用選票來推動國家改變 影響真正民主 緬甸最大在野黨國家民主聯盟領袖 翁山蘇姬十九號參加烈士節紀念活動 向六十八年前的七月十九號遭 槍殺身亡的父親翁山將軍 以及另外六名政府部長獻花之意 翁山將軍是緬甸二戰期間 對抗英國殖民政權以及日本侵略的英雄人物 在他遇刺隔年緬甸終於獨立 但常年軍政府高壓統治 並沒有帶給國家進步 翁山蘇姬二零一零年 才從二十年軟禁中獲釋 各年軍政府交棒給半文人政府 改革出現曙光 今年十一月即將舉行的立法選舉 是決定國家跨步改革或者後退的關鍵 翁山蘇姬借著烈士節的機會 呼籲人民實現先烈一致改變國家 由於軍政府修法規定 總統參選人配偶跟子女 不得為外國籍卡住翁山蘇姬參選元首之路 國家民主聯盟一度考慮抵制這場選舉 但最後決定繼續參選 未來在國會推動修憲 替翁山蘇姬解套 一般認為國家民主聯盟 在這次選舉勝算很大 同一天緬甸政府也罕見地公開了 當年翁山將軍等人遭政敵槍殺的秘書處大樓 供民眾參觀評調 這起謀殺的真相始終沒有查明 這棟大樓也封鎖了數十年 去年起才在烈士節短暫開放 記者施惠中報導 好 繼續鏡頭回到國內 我們要來看的是 因為財務困境 今天傳出苗栗縣有五所小學 人數不滿三十人 被列為明年廢校的預警名單 其中為在大湖的新開國小 明年就可能面臨被裁校的危機 但是當地民眾何捨不得 所以不僅成立了互校會 還發起了義賣跟校友樂捐 希望縣政府可以給學校 兩年的轉型時間 坐在老校區的操場 苗栗新開國小的校友和當地居民 成立護校會 希望保住自己的學校 提到學校可能因為學生 人數太少而被裁撤 當地居民實在很不捨 苗栗大湖的新開國小 因為下個學期新生人數不足 全校學生未滿三十人 明年可能面臨裁撤的危機 互相會指出 鯉魚潭水庫在七零年代 新建徵收新開村的精華地區 已經造成三分之一的居民 被迫牽走 如今又要廢校 讓當地居民實在很無奈 而苗栗像是這樣的學校 大約還有五間 因為人數不滿三十人 列入明年廢校的獄警名單中 縣府教育處說 地方要求緩衝兩年 並沒有法源依據 他就一律把他五所學校 三十個人的學校 他就不管你的因素 然後就一定要把你裁掉 胡蕭惠表示 希望爭取兩年轉型緩衝期 不要斷然廢校 而地方也發起捐款和義賣 希望縣府可以給這所老學校 轉型的機會 如果之後招生的人數還是不理想 再來討論也不遲 台中市推出全國首創的托育補助政策 從零歲到六歲都能受惠 還推出了試算程式 讓民眾可以查詢自己到底可以補助多少 不過今天卻傳出有部分的幼兒園 為了搶市政府的補助 學費變相漲價 小朋友手裡拿著陶土 又是拍又是捏 許多雙新家庭都把小孩送到幼兒園 為了減輕父母的負擔 台中市政府推出全國首創的零到六歲托育補助 七月一日已經正式上路 但現在卻傳出部分幼兒園 為了搶市府的補助 變相將學費漲價 註冊費的優惠要取消 這第一點 那第二種狀況是說 可能在下學期開始 就是每個月加收一到三千塊的這個費用 那我認為這個都是變相漲 台中市原本的幼兒園補助 只針對五到六歲 但現在將年齡向下延伸到兩歲 每名幼童每學年補助三萬元 但補助都是由幼兒園造冊後 再向教育局申請 許多父母認為 如果幼兒園因此漲價 補助等於毫無意義 他沒有報到局裡面來做審議 而被我們發現的話 我們是會不定期的去抽查 如果被發現的話 不僅要懲處 還要把每一分錢 調漲每分錢 退還給我們的家長 教育局表示 幼兒園要調漲費用 包括項目和額度 都必須呈報到教育局審議 經同意才能調漲 今年四月積查時 並未發現亂漲價的狀況 近期將會再進行抽查 確保家長的權益 記者邱紫薇彭安群 台中報導 最近高雄市有不少的市民通報說 在市區看到了小恐龍 而在經過查證之後 原來是來自中南美洲 熱帶地區的綠獵蜥 根據統計 光是今年到這個月中旬為止 高雄市的農業局 就已經捕捉到了 兩百三十八隻的綠獵蜥了 都是民眾一時薪勤買來飼養 最後卻又棄養的寵物 綠獵蜥是中南美洲熱帶區域的爬蟲類 成年之前 體色以翠綠為主 夾雜一些藍色花紋 絢麗的外觀 很容易吸引民眾買來飼養 可是成年之後 體色轉案 往往也因此失去主人的關心 綠獵蜥他成年之後 他其實體長可以長達大概兩公尺 那其實到最後那個氏族 他的飼養空間可能會不足 然後加上綠獵蜥的食量也大 所以他可能會對氏族造成一個負擔 綠獵蜥在臺灣沒有天敵 一旦被棄養出現野化族群 就會造成生態失衡 到目前為止 高雄市的前鎮三民 林雅 欣欣等區 都陸續有民眾通報 發現綠獵蜥 而今年的捕捉數量 更適創歷年之冠 那我們今年度的話 也是有委託 平科大老師那邊去幫我們進行 野外的一個族群的一個溢出 對 那所以今年到現在為止的話 我們一共捕獲了238隻左右 綠獵蜥的壽命長達15年到20年 人類的自私和不負責任 讓這些被捕捉後 暫時放在獸山動物園的綠獵蜥 就要走上安樂死的命運 農業局呼籲民眾 不要因為好奇而購買 飼養以後更不要棄養 以避免造成生態危害 記者李慧宜 陳顯坤 高雄報導 每一年的春夏季節 是北部石花菜的盛產期 都是當地居民辛苦下海採收的成果 不過這項獨特的海洋產業 因為漁村人口老化 還有海岸環境破壞 可能會漸漸消失 一到退潮時間 東北角龍洞的漁村 幾位婦女們 開始準備潛水工具 帶著自己縫製的防曬頭套 一起前往海邊 要去採收石花菜 要採收石花菜 就得練就一生好功夫 碧氣下潛快橫准地對目標無下手 六十歲的阿姨們伸手矯健 他們已經有四十年以上的老經驗 因為水性極佳 他們被稱為海女 不只採收過程辛苦 採收後還得經過至少七次反覆的曝曬 及清洗 讓石花菜的棗紅素慢慢退去 直到呈現金黃色的乾燥模樣 才算是大功告成 由於石花菜富含藻礁 可以提煉出洋菜 也可做成夏日甜點石花洞 是東北角海域經濟價值 最高的食用藻類 不過近年來 當地居民感覺到 石花菜的產量 是一年不如一年 這種像大海討生活的技能 一代傳一代 在這片草間帶上 已經養育了好幾代人 因為海洋環境的變遷 漁村人口的老化 海女這獨特的地方海洋產業 正伴隨著石花菜逐漸消失 記者余麗萍全天堡科金園 新北市報導 為了聲援最近被中國當局 拘捕的維權律師 包括了司法改革基金會等等的 臺灣公民團體 今天特別在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 的紀念碑前 發起了連數行動 現場有將近三十位的律師 他們反穿律師袍 以行動抗議中國政府 大聲喊著口號 包括司改會等臺灣公民團體 二十號特別在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 紀念碑前 舉辦連數記者會 隔海聲援中國的人權律師 這個月開始 中國有很多人權律師 被中共當局控告煽動 或顛覆國家政權 或者是以危害國家安全等罪名 陸續遭到拘捕或者是秘密帶走 有如臺灣早期的白色恐怖 正訴事件 我們知道臺灣走過這樣的道路 我們不希望 中國政府正在打壓他們自己 社會的良心 以及他們自己的未來 中國政府把維權律師 當作非常不應該存在的一部分 那麼這完全是一個相反的錯誤的方向 現場也有近三十名律師 以反傳律師跑方式聲援 抗議中共藐視人權 呼籲中國政府立即釋放 停止騷擾維權人士 包括美麗島事件的辯護律師 都到場聲援 沒有律師來幫助人民 來這個聲張存在的話 那這個法律制度 法制制度都是假的 斯改會強調 香港等地的律師界 都在關注這起事件 維護人權法制 是律師天職 對於中國人權律師的努力 臺灣的律師一定要聲援 目前已經有上千名的民眾 加入聯署 聯署活動持續進行中 記者陳嘉欣朋友組 臺北報導 基北區免事入學 推動小組在上個禮拜五 通過了明年入學制度 一零八方案 將三等級四標示 改為七級總積分 不過還是維持五校 一志願群組的積分規定 立刻引起家長團體的抗議 認為根本是黑暗 作業 這行團體聯合市議員 一起喊口號 要抗議基北區的免事入學 推動工作小組 在志願區的決議上 採取吳敬明投票 維持志願區五校一組的規定 批評這根本是黑箱作業 訴求十校一組 台北市的教審會 跟新北市的教審會 也駁回工作小組的第一次決議五校 那為什麼第二次 第二次的小組會議 又再維持五校 這百分之八十二的志願 第一志願是假志願 是假的 那不是學生心目中的第一志願 那是被迫填的不志願 填的高分低就的學校 家長團體認為 維持五校一組 會讓中段的學生填寫志願 就像在賭博 而且還有高分低就的問題 明年基北區可能又會重現 今年一千五百人落榜的慘距 因此希望志願序 可以調整為十校一組 但新北市教育局表示 目前還是決定維持原本計畫 新北市教育局官員也表示 這一次修正是直接以七級總積分 當地一順位來比序 不用先比三等地 再比四標示 因此可以解決措置問題 將會在下個星期 法修正的基北區高中 免試入學作業要點 報教育部被查 預計八月一號之前公告實施 記者藏雲陳立峰 特別報導 我們都知道 市售的冷氣款式分為 變頻跟定頻兩大類 雖然定頻冷氣比較耗電 但是因為售價比較便宜 還是有人買 而為了節能省電 經濟部打算要推出 新版本的冷氣能源效率檢驗規定 標準的將會更加嚴格 希望能夠逐漸淘汰耗電的定頻冷氣 走進電氣賣場 民眾挑冷氣幾乎都是選變頻 答案沒別的 只因為電費比較省 變頻的好像比較省電 省個兩三成多吧 會冷然後不要那麼吵 省電就OK了 那定頻冷氣還要符合到 可以比較能源效率標示 比較屬於比較好的等級的部分 他比較相對難一點 變頻冷氣電費真的比較省 但定頻的冷氣因為售價比起變頻機種 可省下上萬塊 因此買的人還是大有人在 目前是在率約三到四成 只是能源效率表現實在太差了 經濟部能源局計畫擬定更嚴格的冷氣能源效率檢驗辦法 預計在二零一七年上路 未來定頻冷氣恐怕將在市面上消失 能源局表示 定頻冷氣是否將在市面上絕跡 不敢妄下定論 而且檢驗辦法也還在岩嶺中 只要廠商生產的電頻機種能源表現功率佳 還是能在市面上存活 記者黃立委張國良台北報導 台日醫學界研究發現手機的微波會散發熱能 一天滑手機超過兩個小時 會有短暫的視力模糊以及紅眼睛的症狀 那麼如果一次講電話超過了二十分鐘 耳朵皮膚溫度會上升到四十度以上 所以使用這些3C產品都不宜過久 智慧型手機不只提供聯絡功能 還能繳費上網玩遊戲 也因此現代人幾乎人手一機 不過民眾可能沒有注意到 除了藍光之外 手機微波也會造成文明病 那以往我們只知道手機 我們必須去防藍光看藍光 可是不知道微波它所帶來的熱效應 也會造成我們人類的一些傷害 國軍高雄總醫院中山醫學大學 還有日本東京醫科大學共同合作 監測六百名年齡三十歲 使用智慧型手機三年以上民眾的視力 監測半年後發現 一天使用手機超過兩小時 有百分之五十八的人會視力模糊 一半的人會紅眼睛 四成五的人會眼睛疲勞 四成的人會乾眼 另外還有兩到三成的人 會眼睛灼熱或有異物感 不只視力 耳朵功能也會被影響 如果一次講電話超過二十分鐘 皮膚溫度會升高到攝氏 四十二度到四十五度 醫師建議民眾在享受方便之餘 絕對不要過度使用智慧型手機 記者李會議 陳顯坤 高雄報導 現代人文明必多 從今天開始公視新聞將推出 兒童健康系列報導 一同來關心孩童健康上的隱憂 今天首先來看的是 兒童的性造手現象 冰冰涼涼的手搖杯飲料 還有香脆可口的炸雞和薯條 這些都是小朋友的最愛 尤其放學後或是暑假期間 有些孩子幾乎是天天都吃這些 高油脂高熱量的食物 薯條 雞塊 飲料冰淇淋 應該是冰淇淋 紅茶 大概都喝這些 不過常吃這些垃圾食物 不僅會變胖 還可能性早熟 醫師表示 肥胖是造成性早熟的關鍵 就以林口長庚醫院 內分泌科門診來說 平均每個半天門診都會收治 十多位家長擔心性早熟的女童 而這些小女童的共通點就是肥胖 身體的脂肪細胞的量比較多 造成她的脂肪裡面的受體素 也會比較高 就會造成我們的身體會認為說 她已經達到可以青春期發育的階段 醫師說如果小女孩在八歲以前 乳房開始發育長陰毛 那還在九歲以前搞完變大長鬍鬚 或者是開始變身長喉結 就很可能是性早熟 而且性早熟不論男女 都會伴隨有短期內 升高快速增高的情形 但是古靈成熟時間過快 也會使得生長版提早閉合 等女孩出進來就不再長高了 而最近成大的最新研究也發現 孩童發生性早熟原因 和長期接觸塑膠製品有密切關係 成大研究團隊表示 針對三十名性早熟女童進行研究 發現孩子停止喝塑膠杯飲料 並在居家日常生活中 避免接觸塑化劑 才短短一週時間 體內的塑化劑含量 就大幅下降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效果相當顯著 而醫師也提醒 性早熟的男女比例大約是1比9 女童情況特別嚴重 除了身高可能不會超過150公分 未來罹患乳癌等負癌風險 也會比一般人高 醫師表示雖然身高有80%和遺傳有關 但是後天的環境也是息息相關 因此建議家長 多讓孩子喝牛奶吃小魚乾等補充鈣質 每天睡眠超過八小時 還要規律運動 避免肥胖和接觸塑化劑 才不會太早登大廊 反而變成矮冬瓜 記者 國內進口的黃豆有九成是基因改造 許多知名餐廳也坦承所使用的豆製品 是基改黃豆所製成的 雖然國內目前規範食品業者要標示清楚 不過還沒有公告要求餐廳業者也要跟進 所以對外食人口來說很沒有保障 炸的酥脆的鮮蝦腐皮捲 咬下後內餡多汁 一份要價上百元 是許多餐廳的招牌菜 還有這一道油豆腐細粉 知名餐廳一碗賣140元 有民眾發現花大錢吃這幾道菜 吃下的卻都是基改黃豆做成的 專家認為業者應該清楚標示 目前衛福部已經公告 分三階段要求業者要清楚標示 所販賣的原料是基改或非基改 連菜市場攤商今年十二月三十一號 開始也要標示 否則可罰三萬到三百萬 不過民間團體批評 國內外食人口多也應該要好好要求 餐廳跟團善業者標示 但現在卻不見時間表 這些東西是我們每天很可能 飲食上都會接觸的 那當然是應該要告訴我們民眾 哪些東西含了基改內容 否則你說基改食品的全面標示 到底全面在哪裡 這是我們很質疑的 衛福部食藥署表示 直接供應飲食場所之食品 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 標示規定草案已經預告 為了確保消費者 而至於選擇的權利 估計草案也會在今年年底來生效 記者裡面陳立峰台北報導 政府爭取台灣加入跨太平洋 夥伴協定TPP 不過民間團體今天下午到經濟部抗議 強調加入TPP 將比簽訂服帽獲帽 對台灣社會的衝擊更大 要提升台灣的競爭力 政府積極爭取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 綠黨指出加入TPP的衝擊 遠大於簽署服帽跟貨帽 因為它不只是傳統的貿易協定 更著重制定投資制裁權等法規的一體化 衝擊層面更廣 小民間團體來到經濟部抗議 批評若政府不仔細評估TPP 對國內各層面的衝擊 並納入公民監督 恐怕受益的只有資本家 綠黨指出為了檢視加入TPP 國內法規跟政策 與重要國際協定有何落差 相關部會得進行自由化落差盤點評估報告 目前揭露會有50多項落差 卻還不公布 經濟部解釋 評估尚未完成 儘管民間團體擔心TPP 將帶來重大衝擊 但國貿局指出 加來相關規定都必須與聯合國標準接軌 對環境跟勞工的面向是更有保障 雙方並沒有交集 記者臺北報導 嘉義西口鄉的柴林村 有一間八十五年歷史的老三合院 後代子孫王昆成 擔心人口外移 村裡的老人家沒有人照顧 所以改造三合院 提供老人家的三餐 還有學童安親班 三合院變成最溫馨的補給站 趁著天氣放晴 許多老年人出來曬曬太陽 跟著社區志工做運動 這裡是嘉義西口鄉 才林村一間古厝三合院 但因為原本屋主相繼搬離 已經荒廢四十年 最後經過三年的整修 改造成村民聚會空間 他是王昆成 也是這間老廁三合院屋主的後代子孫 因為不忍心看到這間老廁長期荒廢 於是先找親友集資八百萬元 再花三年的時間進行修復 加上才林村年輕人口外移多 許多老年人屬於照顧 平時沒有每餐煮飯 為了能夠提供健康午餐 現在每週一到週五 都提供老人來這裡用餐 一個人五十塊 那五十塊的贊助費 我們是準備了午餐跟晚餐 當然這個是五十塊是絕對不足 因為我們是午餐一湯一水果 每天一定是有魚有肉有菜 那不足的部分到目前為止 是由我們基金會贊助 不用煮就吃就很方便 除了有老人膳食 這裡還規劃銀法族課程 還有學童課後安親輔導 希望老人和這裡的學童 都能得到妥善照顧 比較有同學可以陪伴 然後就是一起討論公司 我們這邊都有志工老師在這裡協助 有兩個班級 每一班都有一個志工老師在這裡 協助他們看他們把課業完成 然後訂證 王昆誠就說財經村大約有一千九百人 老人就佔了四百多人 比率超過兩成 雖然目前已經成立溫馨補給站 但這個公益服務平台還需要有更穩定的資金來源 目前已經成立關懷據點 會在募集贊助者及更多志工來幫忙 台中大甲區的文昌池有百年歷史 不過雖然是市定古蹟 卻是處處崩壞 就連神明廳每到下雨還會嚴重淹水 所以當地民眾希望市政府趕快編列預算 儘快修復 大大的鐵皮棚架就像一頂大帽子 整個蓋住文昌池的主建築 仔細看看屋頂已經斑駁崩壞 這門還用鐵架頂住 讓很多的觀光客以為進到工地 很像就是一個鐵皮屋的樣子 這樣的話的確是有點太陽樹 而且它的保護效果可能也沒那麼好 裡頭的主體建築 主要的梁柱出現大裂縫 還有木材發黑裂開 施工單位也在旁邊搭起支架 而主廳堂的牆面也裂開了 最誇張的是供奉了文昌帝君 後方的牆面嚴重掉漆 還有大雨滲進來的痕跡 大甲區的百年古蹟文昌池 目前是試定古蹟 儘管受到保護 卻遲遲沒有翻修維護 古蹟就這麼撐了四年多 市府表示目前已經編列經費 希望儘快發包 台中市議員也抨擊 台中市在民國一百年 文化資產總共有一百二十三千 修護經費有二點四億 資金增加到兩百零二件 不過經費卻只剩下一點五億 股計越多 維修經費卻越少 讓人無法接受 對此台中市府承諾 明年一定增加預算 文昌池的部分 預計八月份會發包整修 希望儘快讓百年文昌池 恢復往日的風華 健身 臺中報導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從昨天開始受到西南氣流的影響 整個迎風面的西半部地區 跟南臺灣降雨都相當的明顯 今天還是觀測到有回波不斷 從西南部海面移進陸地 加上午後熱地作用的影響 局部地區還是觀測到大雨的現象 不過降雨跟昨天相比已經明顯趨緩了 從紅外線圖的變化可以看到 主要是受到南海這個低壓帶發展的影響 而且將逐漸往北移開 水氣持續往大陸地區輸送 從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整天 臺灣地區降雨會再更加的趨緩 不過要留意的是 整個低壓帶在 覺得低壓帶會持續往東移出 在明天晚上開始到後天 又會為臺灣帶來比較明顯的雨勢 要提醒大家的是 西南氣流帶來的降雨會帶來瞬間大雨 累積強震風還有吸水暴漲等現象 前往山區活動要比較注意安全 另外在沿海空曠地區還有各離島 也容易有九到十級的強震風出現 在戶外活動也要多留意 最後要特別提醒大家的是 在西半部沿海 東南部沿海 跟恆寸半島一帶沿海海面上的風跟浪都相當的大 前往海邊活動請要特別注意安全 以上資料中央西向局提供 好 繼續來看明天各地的響應氣溫 北部地區最低溫二十六度最高溫三十四度 東部地區最低溫二十六度最高溫三十三度 都有機會出現雷震的情形 南部地區天氣也是不穩定的狀況 最低溫二十六度最高溫三十二度 東部地區最低溫二十六度最高溫三十三度 東部地區最低溫二十六度最高溫三十三度 東部地區最低溫二十六度最高溫三十度 以上是今天的公視晚間新聞 感謝你今晚的收看 我是洪惠竹 祝您晚安 我們明天見 頭部地區最低溫三十九度最高溫三十六度最高溫四ですね Gott溫三十三度最低溫四ود最低溫三十五度最高溫三十六度尺 巴太第一陸最高溫四郎 国民党全代会鼓掌通过红秀柱提名案 红秀柱强调将克尊宪法在九二公司基础上 坚持台湾优先 推动两岸和平发展 已经不再谈一中同表的红秀柱 在两岸路线上跟蔡英文有什么差异 清明党副秘署长刘文雄表示 宋楚瑜参选态势底定 而包括时代力量社民党绿党等第三势力 也蓄势白发 2016大选之后政党发展跟国会席次 将会有什么重大变化 今晚8点有话好说 深度分析 喂 苏蕊 这有一个事情要负责 你叫我先去逼一下 逼人去途 校长 我是老潘 最近一点的身体 好像 我最放心不下的 是文彬跟校长配合 年轻人出生 到底大人 现在中心什么身材力 都好够 都好够 我是十几点五十的 我是够的 不行吧 我这边没有 好 要不要得棒啊 如果你对影像有满腔的创作热情 那可千万别错过 公式成人影像创作营 13年来 公式已培育超过500名学员 更有超过70部短片作品 我们不仅教您影像创作技巧 更可体验拍片过程 将实作化为作品分享 活动日期8月18号到8月22号 错过可惜 详情请上公式观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